跟賴清德說 他當選兩岸最不可能打仗 還說是國民黨打戰爭恐嚇牌 但有人掀出紀錄 看看到底是誰告訴百姓 兩岸快要打仗 行二三的行二三的行鳴兒 比較可能是一戰逼談 2027年 如果習近平不能改變 中國的狀況 他可能想要用力 或發生的危機 以外的狀況 為了中國的狀況 你認為 會嚇壞台灣的戰略 是 我從軍以來四十多年以來 看到真的是最嚴峻的說法 不只如此 國安會民社長顧立雄 接受專訪強調 台灣有備戰的擊破感 經濟學人還評斷 台灣是地表最危險的地方 蔡英文身邊的國安 外交國防大官 輪流告訴百姓快要打仗 政府甚至把兵役延長為一年 現在突然告訴百姓 兩岸不會打仗 到底是你過去在騙 還是現在在騙 不過傻傻的 叫我們全台灣的年輕人 卻當兵還騙他們說 不會上第一線嗎 我們連叢林都變第一線 山間山上都要變成第一線 到底還要自欺欺人到什麼時候 網友炮轟選舉到了 你現在說不會打 但老告訴我們 台灣要被打的也是你民進黨 維台軍也是真的 你挑釁也是真的 把別人挑釁到一把火 你現在告訴我說不會打 現在又告訴大家說 民進黨繼續執政 兩岸沒有發生戰爭的危險 我想這是鬼也不會相信 這一次的大選 當然是一個戰爭 與和平的一個選擇 不用質疑的 網友諷刺過去相信民進黨 搞得台灣快要被打 未來若再投給民進黨 就怕真的會被打 記得楊潔離選台北報導 我是陳居根 從踩在風災的貪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往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叫我們鈴鐺喔